近期很多部门单位都在换届选举 屈协自然也包括在内 江坤从2012年被选为屈协主席 到如今已经连任两届 已经在屈协主持了十年工作的江坤 也面临着退休 如果江坤退休之后 谁最有可能担任屈协主席呢 有五位候选人虎视丹丹 那么究竟谁能胜任呢 首先就是周伟 作为江坤的关门弟子 最近显得非常活跃 甚至还受邀登上了星光大闹 登起了评委 难道周伟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吗 动作倒是挺快 但是周伟前段时间 因为一些不当言论 让他得意双心的形象严重受损 网络上对周伟的舆论 自然也引起了江坤的关注 为了避免自己卷入其中 江老师非但没有替周伟说话 反而极力与周伟拉开距离 称自己平常不上网 不关注网络上的东西 如此态度也间接表明江坤 对徒弟的立场 从这些变化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让周伟担任取协主席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关于取协的主席人选 其次还有戴志诚 其他的机会 比起周伟会稍微大点 毕竟和江坤的关系放在那了 而且和主流向上的人脉上来看 支持的人应该会比较多 不过在观众看来 戴志诚的业务能力争议比较大 一些人认为 他是不断巴结着江坤才走到现在的 除了业务能力上的争议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戴志诚的品德问题 因为他的私生活混乱 当初他不顾及大家的眼光 执意要娶侯耀文的妻子 导致相声界乱了辈分 这种做法实在是让观众所不迟 如果让他担任了曲协主席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 这个无比荣誉的位置呢 还有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人 就是如今的曲协副主席冯龙老师 而且无论是年龄还是口碑和地位 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选 他和江坤都是马迹的徒弟 与江坤相比 他的专业水平并不低 最重要的是冯龙很亲民 观众们对他可以说是非常喜爱了 他那接地气的相声 每年春晚上的那句 电视机前的富老兄弟姐妹们 想死你们了 这句话简直是深入人心 尤其是连登33年春晚的成绩 更是无人能及 广大观众对他的印象都特别好 由此可见 以我们冯龙老师的声望和地位 都能配得上曲协主席的位置 而且还有一点 目前主流和郭德纲之间的恩怨情仇 还没有解决 尤其是老郭的作品 《我要上春晚》里面打击了很多人 而冯龙就是被打击的其中一个 因此许多人认为 郭德纲就是在讽刺冯龙 虽然冯龙所处主流相声 但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变得那么难堪 冯龙甚至还公开给郭德纲表示赞赏 不得不说 冯龙真是一个非常大度的人 一方面认可了郭德纲的才华 另一方面又展示了自己的宽宏大量 这才是一个曲协主席应该具备的品质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最好的人选是郭德纲 有的人估计会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呢 毕竟老郭不管是在老一辈 还是在新一代年轻观众的眼里 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很高 老郭让相声再次繁荣了起来 可以说 如果没有郭德纲 怎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都跑去小园子里 喝啥听相声呢 所以老郭为曲艺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且老郭现如今 在京剧评书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他的业务水平如果单拎出来也是很能打的 如今 天津的疫情严重 郭德纲还和夫人王慧 以及动音社众多演员 说一些作品为天津加油 说不应该是主流的活吗 这老郭这么一搞 简直是走主流的路让主流无路可走啊 但如果是郭德纲上尉 主流相声的那些人肯定是有意见的 毕竟 德纲社的段子和主流还是有区别的 他们更多的灵感是来自于民间 接近老百姓的生活 在曲鞋领头羊的位置 有可能会限制老郭的发展 可即使这样 老郭在主流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云棚五灯春晚 张一雷成为飞夷传承人 郭德纲率德纲社三次登天津卫视 举行相声春晚 去年少马爷还亲自捧场 那么这个位置交给郭德纲 会不会好一点呢 最后一位潜力选手 就是年轻有为的苗富了 苗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他的专业能力有多强 看看轻取射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最主要的是 江坤非常看好他 他秉持着敌人的敌人 就是彭宁的道理 对苗富大力支持 但唯一一点不足的是 苗富在年龄上不占什么优势 毕竟他现在太年轻了 压不住场子 资历也还不太够 还得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个几年 估计才可以胜任 蛆蟹领头羊这个职位 还有一点就是 苗富有点急功近利 可能还是太年轻 干事不稳 急于表现 想要迫切达到自己想要的 这点可能会有影响 他之后的向上道路的发展 不过有网友认为 如果苗富真的很优秀 有思想有能力 年轻一点也不是不可以 那么作为下一届蛆主席 究竟谁能扛起这面大旗呢 大家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